2024大选政股响起 只在前总统马英九出访大陆前夕 传出国民党两岸路线为条 未来虽然仍以前罗贵主委苏齐的九二共识 作为两岸基调 但将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而不再强调一中个表拆弹一问浓厚 中华民国才是两岸的定台神圣 因为不管对于华府来讲 对于北京来讲 一个讲一中原则 一个讲一中政策 那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讲一中个表 大家都在一中的议题底下 去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表述就是很清楚 中华民国 而且这个是目前国内 应该算是最大的共识吧 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九二共识我们强调是一中个表 两岸立法 九二共识这四个字 就变成九二共识个表 新的讲法往前迈开 国民党中央定调这个 我觉得非常正确 把它正式定调为中华民国 这样的转变也会让朝野之间 对于这样两岸的论述 逐渐趋于一致 我想这是个好事情 正国民党立委 普遍支持微调 但党主席 朱一伦却踩了上车 经过查证 不管党中央 不管我们的智库 都没有这样的讨论 也没有这样的会议 更没有这样的论述 主席定调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 定海神针不变 但大选再几一对手 可能的芒果牌 在加上前总统 马英九访中 这点红帽 成了蓝眼选战 不定时炸弹 TV新闻 等于军警家会 傅定华 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